明明是在講台上回台 結果政委忍不住抱小英總統的料 小英最常挑戰你的是什麼 挑戰我 他最常問你的 他挑戰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數字實在太多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Amy 這位是政務委員 公明星大明星 最近這個好像最近你們很忙是嗎 有非常多台商回台灣 對 你會很忙嗎 政務委員會管到這麼細的事嗎 因為我從經濟部調到行政院當政務委員 但是還是督導這個行政 督導經濟部的業務 所以這個還是 因為這個台商回台的議題 有時候會牽涉到跨部位的議題 所以我還得持續關心 你剛才提到的 投資金額已經到了900多億 將近快上千億了 因為好像這一波台商回台 是跟美中貿易戰是有關係的嗎 你同意嗎 對是相當有關係的 你知道 事實上 美國的想法一直是這樣 就是過去這大概20年當中 所有的整個國際貿易的情勢 中國是讓享受了非常大的貿易上的一些順差 跟這個benefit 但是它對於開放市場上是比較保守的 所以會產生這樣很大的落差 對 那美國人認為這個是一個不是非常公平的一些貿易 是 很多美國公司是進不去 對啊 所以就是說 那長期以來 整個國際的這個產業的一些發展跟競爭 這樣一個不是非常平衡的發展情況之下的話 是很難一直持續下去的 所以總有一天它一定會發生像今天這樣的一個摩殺的現象 就是說 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 或者說台灣依靠中國這樣持續發展的東西 必須做一些改變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些判斷以後 你才有一些產業政策的一些不同的設定 我覺得民眾其實最關心的事情是啊 就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政府到底在幹嘛 然後譬如說你們又怎麼因突然出現一個很重大的這種攻擊 經濟攻擊的事件的時候 那政府到底它是一個怎麼樣因應的方式 可以說一下就是 我們的行政團隊是怎麼樣go through這個貿易衝突 經濟小詞點 什麼是美中貿易戰 美中貿易戰 源起於美國總統川普認為 美中貿易中有不公平競爭做法 因此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 隨後中國也展開貿易報復 後續雙方進入漫長的貿易僵持與談判過程 美中貿易戰事實上 在選舉之前的時候 就是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 2015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會 這個世界整個的局勢 就會做一些探討 政策上 那時候你在幹嘛 我有參與這個 2015年你在幹嘛呢 我在台灣經濟人員擔任副院長的角色 但是有參與 那時候的競選團隊裡面的產業小組召集 主要是針對產業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規劃 那時候有想 那時候就想 當然你沒有辦法說會這麼有激烈的衝突 我們也不是神仙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這樣貿易全世界的貿易不平衡情況之下 這種結構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所以一定會發生貿易糾紛跟貿易衝突 只這個時間點什麼時候引爆 你當然是沒有辦法猜測 所以我們就必須做好準備 所以當時總統就很明確的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加入TPP 因為加入TPP以後 等於是我們跟中國之間有另外一個生產供應鏈出來 就是說我們因應於TPP的這些會員國 12個會員國現在 我們有一個供應鏈體系 也就是說 全世界過去大一統的這個生產供應鏈 就是說 比如說美國下單 然後我們做ODM 然後很多的主商在中國生產 然後再賣到美國 這樣大一統的供應鏈發展模式 它會被拆解 裂解 它會裂解成很多很多樣的不同的供應鏈形式 我假如這個產品是供應美國市場 恐怕我就盡量少用中國的生產基地 利用台灣的或者是東南亞生產基地 等等的串成一個供應鏈 但是如果它是因應於中國的內地市場 那它可能另外一條的供應鏈的發展模式 我們應該依賴於TPP去創造那個 屬於台灣自己的供應鏈體系 對就是跟先進國家的一個供應鏈 就是阿伯爛中國的供應鏈 對 那另外也為什麼要推出這個新南向 就是 雪爾把我們的這個生產太過集中在這個 中國的生產基地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預測到就是說 東南亞市場很快的會興起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台灣的這個 生產基地把它做好 讓廠商可以回來 事實上總統是我看過 我接觸過的這個政治人物裡面 最喜歡講政策的 是嗎 也最 因為他一直覺得一個政策 好的政策 如果真的可以落實的話 它影響到台灣可能是30年50年 我就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我們2015年擬好政策 然後在競選的時候 我們一個政策一個政策拿出來 包括我剛才提到的 我們要加入TPP新南向政策 還有5加2的產業 5加2是每一個產業 每一個產業拿出來講 講了以後 然後上任以後 那上任以後 你要把這些政策 因為政策 剛開始做政策的時候 他大部分用這個簡報嘛 等等的一些 你要變成方案的情況之下 是要文字化 文字化就會密密碼碼 厚厚一本 OK 對 它是會每一個一個看 然後 這不是我們最主 一本一本厚厚的全部看完 那對 我們就要再回去改 改到 那個 原來我們設定的一些目標跟方向 真的可以落實這樣子 那它真的不簡單 對 那你覺得分工到台灣的是哪些產業 或我們適合哪些發展的方向 因為台灣基本上 你的土地跟人力還是有限 所以就是說 一些屬於比較高負價價值 比如說網通 高階的自行車 還有通訊 當然現在 最令人高興的一件事情 比鏡電腦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都離開了 事實上在台灣沒有什麼生產線 是 但是呢 因為因應美中貿易戰 它很多一些高階 因為這些高階的商用的比鏡電腦 很多是歐美國家在使用 那它有非常大的這個治安疑慮 所以它可以在台灣生產的話 我想這個治安疑慮破除的話 對它的這個銷售是比較好的 你覺得去年是一個緊張的一年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去年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緊張 因為一下子說 一下子就中芯的事情爆發出來 而且是很激烈 非常激烈的手段 就是停止所有工 美箱供貨給中芯嘛 所以等於中芯整個生產線都斷掉了 就是沒有東西 沒有原料 沒有那些晶片 可以去組裝生產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去年 我覺得2018年整個的tempo都非常的波動 然後而且就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蠻緊張的 因為它使出來的手段都是突然 而且很強硬的這種 讓你立刻就生產線斷掉啊 然後讓你立刻就 立刻不能怎樣 甚至把華為的那個CFO給抓起來了 就是這種手段都是非常強烈的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緊不緊張 政府 行政團隊這邊有什麼感覺 你如果原先有設想到一些事情的情況之下 當事情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手忙腳亂 比如說中芯華為 假設是美國市場某一種終端的一些產品 那是透過華為跟中芯供應給它 但是很多的零組件供應是台商 那但是華為跟中芯不能夠供應 但是美國的這個需求還是存在的時候 那勢必它要找其他的供應商來供應它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台灣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零組件 還是可以給供應 因為我們對我們來講非常熟 對 所以其實就是今年台商回台這麼順利的情況 其實是因為大家早 其實行政團隊是早就猜到說 會有這麼大的結構 歡迎台商回台 這個這麼短的時間內 績效就是看起來那麼熱烈 我個人是基本上是蠻怎麼講 蠻興奮或是什麼 因為這個就好像我們在做政策評估的時候 就覺得說我們當初的判斷就是對 對 真的是總統的判斷也是對 對 我們看到也是對 我覺得有一個想法 然後你去撒到市場上 然後市場上回應很激烈 其實你心裡是會很開心的 所以說老實話我聽到那樣 我自己就想 就很開心 非常的開心 我們做的事情 真的是接地氣 而且就是說廠商真的是需要 真的 對待我們說更拼命 所以其實蠻恭喜 就是今年台商回台這麼踴躍的情況下 就非常恭喜 這個 所以我非常看好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是 好 謝謝公主 謝謝政委今天跟我們聊這個台商回台的話題 然後我們也希望 就是今年下半年能看到更多成績囉 好 謝謝 拜拜 是 是 所以小英是很愛講政策的人 其實他平常跟你們開會的時候 也是 像他平常在電視上那樣嚴肅嗎 有時候會講一些笑話 就是講 他 他會對他的幕僚都很熟悉 當然還有他家裡的貓 他會講他們的一些小故事 他會講貓的故事 會啊 會啊 他 那個想想 跟阿彩怎麼樣欺負他的那個 拉布拉多錢的情況 小英最常挑戰你的是什麼 挑戰我 他最常問你的 他挑戰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數字實在太多了 很艱深的 我看都很吃力 一般民眾可能看更吃力 可不可以再簡化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對啊 對 因為如果你的政策沒有辦法 跟民眾溝通的話 大家就不能一起協力的來推動嘛 對啊 我曾經在 有一次在這個中常會的時候 我去報告政策的時候 他就稍微控訴一下 後來這個 隔天媒體就放大說 K我 等等一些情況 小英K 對啊 事實上也 我覺得也還好 沒那麼嚴重 沒有 我覺得被K應該的 被大統領K不是應該的嗎 我一天到晚K我就下屬 但是後來隔天總統 所以你覺得沒被K 然後他還安慰了你一下 所以你是不是賺到了 對 OK 還是滿有意思 所以大家會認為就是說 總統看起來這個 對於政策上是非常認真的 但是對於部署的關懷 他還是非常關心 對